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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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回到台湾 我们所关心的红海 因为红海最近股价非常的飙 但在今天媒体谈到 郭台铭大怒 他为什么大怒呢 我们来看 郭台铭发飙 还骂哭了谁 哇 这个人可重要了 他骂哭了 红海前妈妈 郭斗卫 广州场 怒开了 7小时会议 怎么回事啊 好 这个导火线 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广州超世界的面板厂 不是机械的供应商吗 350亿嘛 有日本 有台湾的厂商嘛 绕上的媒体 还有日本的厂商 说要告他们 对啊 什么 这个什么红海跳票 红海的财务危机 很多媒体 就是一个总动的一个 对 总动的一个报导 那后来大家想说 红海集团72小时危机处理 其实周刊报了一个内幕 是郭董 郭董 10月7号 在自己的这个家里面 就新一户邦 召开7小时的会议 午餐都不吃 对不对 那郭董脸色铁青 来的是什么人 第一个 这个 红海集团的总裁务长 前妈妈 黄秋莲 本来说还是这个 郭董接班人 再过来 这个红海集团的采购的 这个主管 也来了 那另外一个 群创的这个董事长 更重要的 什么准花园人汪用和 前主播 也来了 那戴政武 他没有到现场 他是在日本 他因为夏普的社长 所以释信 所以释信 所以释信七个钟头 七个钟头 郭董一来 脸色铁青就暴露 就开骂 我一季领股息 就不止30亿 我怎么会欠钱 郭董累了那么多股息 一年就真的 一年就七几亿 然后一季就30亿了 这么多股息 我哪有可能会缺钱 然后骂骂骂 第一个骂谁 黄秋莲 我们过去讲 这个郭董身边最重要的女人 你这个 要在红海里面 请这个勤款的话 一定要郭前妈妈 就黄秋莲点头 结果这个事情是这样 就是为了要降低 整个夏普 他的财务的负担 所以把这个广州厂 把这个要货款 或者这些扣款 跟供应商做了一些调整 本来戴政武是这个决策 然后找钱妈妈来背书 总财务 但并不是拖欠货款 但外面就传了这样 对 那郭董假如说 给供应商都已经给了六七成 怎么叫欠钱 对不对 又不是跳票 结果一骂骂骂骂 整个红海集团钱谁管 钱妈妈 黄秋莲 他很少骂黄秋莲 在那七小时当中 劈头第一个骂的就黄秋莲 你一点性子都没有 对不对 伤害了整个红海集团的形象 那因为郭董那一阵子 虽然不选总统 但是还有立委的选举 对不对 被媒体有心人贴标签以后 你看伤害多大 而且对红海的形象也很伤 对 因为红海这么大的集团 你怎么会骗急 那周刊的一个说法就是说 黄秋莲很委屈 就不禁泪流满面 有人说没有流泪 眼眶晃红 反正心情就很糟糕 反正被骂得很惨 再过来骂一个人 汪用和 郭董现在身边有一个政治幕僚 周首逊 以前的立委 这是他的太太 汪用和 前主播 那一天来了以后 居然迟到两小时 郭董再来开玩笑 怎么可能 等一下 是迟到两小时 还是20分钟 两小时 周刊写两小时 迟到两小时那还得了 对啊 所以他就不K 不要说是在郭董的身边做事 不要说是在红海做事 我今天就是在东森上班 我也不敢迟到两小时 应该一般的老板都会K 假如说真的周刊写得没错 是两小时的话 迟到两小时的真的是太浪 那郭董就也不给面子 就拍怎么卖 说重要的会议迟到两小时 一点都不专业 所以郭董就是这样 在这个七个小时当中 可以说是很少看到他动怒 不过动怒之后 还是要为这个 应该不是说很少看到他动怒 是很少看到他骂钱妈妈 他应该不会很少动怒 但是很少看到他骂钱妈妈 然后最主要就是他不愿被贴上 欠钱标签的企业跟集团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 鸿海不断的发声明说 广州超市界面板厂相关货款 是以属于SDP诸事会社所投资 有关郭创办人协助解决货款的传闻 鸿海公司不便代为回答 真的传言又发了声明 那之前也发过一次声明 就是我们没有财务危机 纯粹就像蔡总所说的 可能在付款的这个条件上 做了一些调整 但是并不是欠人家欠不给人家欠 也并不是有财务危机 不断的澄清不断的说明 但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因为从股价来看 股价已经动了 特别是在今天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是 印度制造即将开花结果 大家都知道鸿海要去印度 但之前大家也担心 会不会水土不服 印度人很难管 公安语言不通就很多问题 甚至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画面 他们那些作业员不愿意 住在公司宿舍 你还要坐大巴士去载他 我搞麻烦 所以就担心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印度落地生根 今天新闻出来了 来 iPhone XR印度制造 而且还已经开卖了 鸿海帮了大妈 确定在印度已经开花结果了 对 在印度的电子的 这个产品的零售店里面 看到了这个 iPhone的这个手机包装盒 外面就像这个图片里面 已经有 在印度组装生产的这个字 就出来了 大概卖了多少 大概是台币2.15万 也不便宜 但是苹果在当地生产的话 可以省掉20%的进口税 其实鸿海富士康集团最大挑战 就中美贸易战加征归征 一打了以后 结果鸿海的产能都压在中国 这个对他很不利 对不对 所以到印度 假如能生产这个iPhone的话 对整个鸿海集团 是另外一个契机 现在这个富士康在印度的南部 泰米亚 纳杜邦 要投入了250亿的Ruby 大概相当于台币110亿 那当地的工人的话 创造就业机会2.5万人 那估计只有几百人 现在一直在增加 那有人讲说 不得了喔 现在富士康到了这个印度去的话 应该不仅只是富士康去 应该会整个苹果供应链都去 对 有人就讲说 中国会因为富士康鸿海集团 带头把生产基地移向了印度 中国会少掉500万的工作机会 大家讲说你会讲得太夸张 富士康在中国不会100万人 那怎么会有500万人失业 刚才阿冠讲到 其他的供应商工业跟着走 比如说面板厂就去了 面板厂还中国自己的 华星光 欧辉光都去那边设厂了 所以设厂了以后 富士康过去的话 300家的供应链 300家跟着移动 跟着移动 所以会变成 这个印度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很多 但是中国会少掉 500万个就业机会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好 今天还有另外一则 鸿海的消息是 鸿海威州厂之前不是也传了 蓝颜纷纷吗 所以到底会动工 还是不会动工呢 好 鸿海威州小巨蛋复活了 这一次已经决定要干 网路营运中心 对 那时候也有讲 就是说 坐咖啡机 船研都有 你背批批 坐船板 坐船板 然后提案就出来 一天就拿掉 现在确定了 威州这个小巨蛋 这个是玻璃球体的一个建筑 看起来很漂亮 很漂亮 他怎么做什么 网路的云运中心 这里面有资料中心 也明年王公 制造 医疗 安控 都要做这个 重点是说 原本他是要做到10.5代厂 现在不太可行 当地没有这样的一个工程师 技术人员 现在把它降到了6代的面板厂 但是6代面板厂 还是可以做很多产品 8K的电视 对不对 汽车的面板 甚至进入到这个 更高端的伺服器 所以到明年 他这个资料中心 就可以完工启用了 那鸿海的股价可以买吗 全市小哥帮我们来看一下鸿海 因为鸿海最近有狗狗 那今天鸿海我们来看一下 大涨了1.26% 股价已经来到8次头了 来到80块半 特别是我们来看一下外资 外资蛮捧场的 我们来看到外资 是不是现在疫情别链 从台积电转移 来爱鸿海呢 在今天外资 光光鸿海买超了 36147张 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是前一波 最标的全职股 台积电的外资在今天市 只有买超1630张 通通跑去买鸿海 所以我们回来看鸿海 全市小哥你用鸿海会不会涨 我觉得涨到这边 持有的人可能要小心一些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你买了36147张 现在回来开始飙是不是 因为外资常常会买在高点 我们比较喜欢看 关键分点在干嘛 关键分点怎么看 看关键分点 我们来看 很多人看股票 都会看三大法人 各位看外资现在买很多 可是投信没什么动 那自营商会跟着全正进场 而进去做避嫌 所以我们短线上 我们会看一下自营商 那外资呢 最近是掌握鸿海股价 涨跌的一个关键 是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 主力最近 主力 这边有主力买超 主力最近大买 主力大买 因为外资已经变成主力了 主力怎么看呢 主力就看今天买超前15名的人是谁 那今天买超前15名的 我刚看了大部分都是外资 摩根斯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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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根斯丹利买最多 所以其实主力已经不是 股市那些大户了 主力是外资了 所以外资有大买 外资有大买 但是鸿海集团 我一直觉得他好像有点缺钱 为什么呢 他已经说他没有 他说没有 但是我看筹码 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有个分点叫圆大台北的 我们看一下 圆大台北拼命卖鸿海的股票 圆大台北是谁卖 圆大台北不知道 这可能是国家机密了 因为他卖太多鸿海集团的股票 所以从分点来看 圆大台北一直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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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有人买有人卖 这很正常 我们要看圆大台北是厉不厉害的分点 我们待会可以看很多股票来看 长期而言是大户出托 散户承接 对 最近阻力进来让散户获利了结出场 这个有良心的阻力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对 这个 刚刚讲的 这个主力买超 我们就看买超分点前15名 跟卖超分点前15名的比较 那吉保户数 我们可以看到 红外的吉保户数越来越多 所以它的筹码是越来越乱 筹码是越来越乱 那这个大户持股比率 1000张以上的 这个持股比越来越下降 那散户100张以下的持股比 是越来越上升 这筹码来看就不好了 对了 所以 所以 来 那这个元大台北 我们看我们把那个时间拉长 从2011年拉到2019年 元大台北除了这天的这个大买以外 其实在这边是大量的卖鸿海的股票 那卖鸿海股票卖得非常夸张 他怎么仓库有那么多鸿海可以卖 他真的太夸张了 他卖了多少张 各位看一下 这边70几万张 卖掉70几万张鸿海 元大台北卖了70几万张鸿海 不知道是谁 但不一定是一个人 搞不好很多人 他可能是个控股公司 我们再看下一个 元大台北不只卖鸿海 鸿家军他都卖 例如说像鸿准 鸿准元大台北卖了13万张 在这个大概89年内 卖了13万张 这个卖的量 而且我们看一下 他买的点 他买的点蛮漂亮的 他卖的点也很漂亮 他喜欢第一买高卖 所以表现很厉害 这是个厉害的点 这是一个 原来台北蛮厉害 他买的点在这里 然后你看上去之后 他卖的点在这里 那就下来了 看关键分点都找厉害的分点 找厉害分点 我们再看下一个 像GIS GIS更厉害了 这座山 GIS3 在山顶谁在卖 元大台北在卖 元大台北一共卖的GIS 卖了5万7千张 这是鸿海家租的 对 5万7千张 我们看他的损益 损益87亿 87亿什么意思 他在这边卖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之前买的 现在是卖87亿 卖87亿 把钱赚走了 那山的右边都谁在买 都山巫在买 这个元大台北卖在山顶 所以研究筹码非常重要 所以元大台北现在在卖鸿海 还在卖 我刚看鸿海他今天卖了900多张 卖的量不多 因为相比今天摩根斯丹林 买了2万4千张而言 元大台北今天卖的不多 就要看摩根斯丹林 比较厉害 还是元大台北比较厉害 通常我看这种 都是关键分点比较厉害 只是现在外资钱多 所以股价被他往上买上去 所以小哥的建议是 我觉得宏家军 你都要看元大台北在干嘛 元大台北要站在卖方的话 这个可能就要多小心一点 好 所以鸿海要稍微小心 蔡总 但鸿海确实很强 所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 可以来选股呢 这个要教大家一个选股的新法 看大做小 看大做小 我们讲台积电 这不用我讲 我们直接看台积电的K线 过去这一个月台积电飙不停 涨了大概15% 台积电为什么 7奈米 但是我们也捡过了 7奈米还要搭一个EUV EUV 所以呢 你假如选台积电80分 但是选这一档100分 3680的加登 我也讲过了 我们直接看过去一个月 加登涨80% 加登蔡总在这里提醒 对 涨80% 台积电涨5% 加登涨80% 看大做小 同样的 鸿海现在补涨 我们也看鸿海 好 鸿海 鸿海10月份就这个月 10月份涨10% 也不错 对一个全市股很强 但是我曾经讲过了 真顶KY 我们直接看真顶KY 联系涨7天 今天才稍微休息 10月它涨24% 为什么 找到连接点 今年PCB 电子工业支母 5G的话PCB的规格全部改变 所以今年的PCB 男子电 华通 耀华 这个我们节目都讲过 那涨幅多少 100%到200% 但是这些PCB有一个特色 它们是火中国的品牌 尤其华为的手机 但是鸿海集团是苹果的手机 所以明年有4款5G的iPhone要出来 那个PCB规格全部都开出来 鸿海集团当中最大 也是全球最大的PCB 是真顶KY 所以今年涨的是华为的PCB 明年就可能是苹果的PCB 看大做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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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